余天 拜託 余天 拜託 你拜票 我也拜票 星期一上班時間 藍綠新北市立委補選候選人 橋頭對決 國民黨政事委選站重新橋 和太太兩人在路口 向民眾揮揮手 民進黨余天挑臺北橋這端 找來大批民意代表助政 選舉倒數 雙方進入貼身肉搏戰 支持政事委 讓優質的民意代表 政大立法院代表三重鄉親 努力好不好 好 政事委在高雄市長韓國瑜 韓流助攻下聲勢大漲 三一五選前之夜 韓國瑜太太李嘉芬 和女兒韓濱 也會北上幫政事委站台 主持棒就交給神力女超人 許淑華 那我會覺得講說 坐在坐人看 有修心有修痛 在這裡會好看 你之前看到韓市長 現在如果又能夠看到嘉芬姐 又能夠看到韓濱 又能夠看到許淑華 那這是不同的賣點 以我過去購物台來講的話 我們銷售的一個Push 必須要有一段一段的一個力道 卡斯打PK 對手於天選前之夜 找蔡總統和行政院長蘇貞昌 民進黨大打孔孔牌 走傳統悲情訴求 製造統獨對立 過去講說 我就要台獨建庫 我台獨建庫 結果到最後 還是騙選票嘛 給你執政你做不到嘛 結果你現在是 這瓶 這瓶歪掉 這瓶歪掉 真的 你把自己的路全部都封死掉嘛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不然我所有人都要做基金 那這樣你叫老爸 要怎麼生我 正式圍上廣播節目 反擊民進黨恐嚇牌 就算是綠道出資的撒丁波 人民也想拚經濟 記者陳迅一 邵玉民台北報導